哈喽大家好小九 刚刚去给老唐跟大哥打包了一个快餐 我们两个顺便也吃了一点 我们就点了三个菜 然后我们吃了 然后又给他们打包了 现在去果园看一下他们 他们在果园那边直播 给他们送饭去 给你带了饭 还有我在果园里面转了一圈 你说一般人还真的不敢开上来呢 黑妈妈的 我看不到前路的 我都闭着眼睛开了 我就想着要么到这里 要么到田里了 给我们开那一半 好谢谢 黑妈妈的你们在这里直播 吃了几个桃子就饱了 米饭 这是老台的 你的啊 你们一起的 我看一下老台这里面 我也好想吃桃子了 哇我的天哪 这么慌的呀 你们大晚上在这里面直播啊 好久来了 对呀 你看看从这边没有路的 这边才有路的呀 哈 那边那个草它会吃脚的 哈 它会吃你脚的哦 哼 点蚊香了 不找蚊香 我们早就被蚊子飞上天了 它上天了呢 这个是桃子啊 对呀 你看现在都很亡了 是不是 这种可以达到发货标准了 可以了 再不发的话 到时候这个会砸死手里的了 嗯 他们收到货的话 这种已经是很亡了 桃子是厚熟的 可以越放越熟的 他们小酒来了 我需要一个吃先行不行 我去比的地方摘吧 算算算算 饭来了 饭来了 我还 故意不吃饭 就是想等你过来 咱们晚饭一起去吃一下 喝一下走 结果呢 你妈打包过来给我们吃 我 我真的 我在家里面就想吃桃子了 我这里随手摘了一个 我尝一个 这个很熟了 很旺了 对呀 这个大果了 这一份饭不是你的 你那一份饭有一个骨头 因为 徐姐说大哥嘴痛不给他吃那个骨头 有 那个是炸的 这是嘴痛吗 是啊 大哥已经几天没有碰到荤子了 还说嘴痛不给吃肉了 有肉啊 里面有肉啊 有牛肉啊 只是你有一个炸排骨而已 他在削个桃子 我削个桃子尝一下 他削个桃子 等一下给他剥 有刀 哇 这个 迫不及待试一下 我天啊 这个桃子太大了 我跟你们讲 我刚刚摸黑上来的 那个路一般人真的不敢开上来 好黑呀 看不到 反正我车灯照前面 我只能看到20米远的路而已 然后我就不知道 上面的路到底是 是去路里 是到路那边 还是到那个 果地里面 反正我就往前开了 我都不管了 徐姐感觉怎么样 徐姐是第一次直播吧 行不辛苦 和朋友们聊天 哪里会生苦啊 好开心的 你觉得 现在觉得大哥是不是也挺不容易的 大晚上的在这里啊 要从这摇啊 这里哪里有从这摇啊 我都被摇扁了 没有啊 底面香啊 大哥吃那个比较熟一点 嗯 这个感觉没有 这个要放两三天 黄桃他是能放熟的 但是我发东西发到广州的话 就是今天发 呃 门迪下午就到了 嗯 但是你在广东哪个地方我不知道 那个桃子绿的话 大家放个两三天就可以了 但是咱们收到货的话 像大哥这个黄一点的 就先吃这种黄一点的 那个的话你就放个两三天 它就黄了 先吃熟的 嗯 越放越好 越放越软 嗯 怎么喜欢吃软的口感 就是 软 放久一点 哦 越放越黄 越放越软 越黄越久越黄 嗯 然后也越来越甜 但是我喜欢吃生一点的口感